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几乎都没来 没来过 他这边20年了 你知道吗 20年了 没有感觉这样 这边是我们青春的回忆 看完电影 如果维修的厕所人太多 会跑来这边上厕所 这里是有你借厕所的回忆是吗 其实他餐厅很多 可是声音都不好 所以这边上厕所 其实是不用排队非常方便 你觉得为什么他声音不好 声音不好 因为我觉得信息区竞争太激烈了 有人感伤他救过膀胱 有人感伤曾有的风光 NEW 19只在官网公告 从2001年第四季开幕以来 历经了20个年头 NEW 19商场在不能续租的状况下 2023年元旦退出新衣商圈了 NEW 19就此下台一举功谢谢 校奥新衣区百货江湖20年 一句再见 轻描淡写 2001年开幕的NEW 19 当时是许多年轻人的新天地 想吃日本料理 想吃美食餐厅 想要走跳夜店小喝一杯 不约这里约哪里 NEW 19采取电中店的经营模式 引进许多餐厅当年都是台湾第一家 现在却是不敌周边的百货商场 开了一家又一家 去年中传出跟房东宏泰建设房租谈不拢 如今收摊20年灿烂 一场梦 专家认为疫情重创 零售百货风雨飘摇 反倒是商办大楼的需求扶摇至上 也让二十年来大家相约 NEW 19采取电中 不见不散 徒留人去楼空 一拍两散 音乐停下来 你讲立场 我也只能这样 华世新闻 华敏慧方 青年台报道 我是吴亦璇 想要收看最新第一首的讯息 赶快加入华世新闻YouTube频道 按赞 开启小铃铛 最专业的主播群说新闻给你听